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 在接受媒體港股策略王的專訪的時候 提到 近來香港發生的事 令到他和另外幾個人擔心 是哪幾個人 就是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以及另外兩名自由黨榮譽主席 包括周梁淑儀和劉健儀 他們想在今年的9月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再做一些事 不排除會組成政黨 到底這件事會引起什麼影響呢 這篇專訪又有什麼重點呢 我們逐一去看看 首先講一下這個專訪 其實田北俊就說明了 自己的定位 將會是開明的建制派 是愛國愛港的 如果 是中國對外國的時候 他就會選擇站在中國的那一邊 而在一國兩制之下 北京對香港的話 他大部分時間都會站在香港政府那邊 而在關鍵的時刻 他就會站在市民那一邊 所以他就說明自己不是一個一吹雞就會歸隊的建制派 大家留意一下 他說大部分時間就站在香港那邊 不是全部時間 而且他說是站在香港政府那邊 關鍵時刻 才站在市民那邊 這個很明顯的定位 就是建制派 所以那些淺王就千萬不要中計 不要覺得他非常開明 其實他 講到明給你聽是建制派 最多是淺藍 到底他怎樣來評價這個一國兩制呢 他就說 近年 尤其是自從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執政的2014年開始 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就已經在變形 走樣了 比如說 參加這個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就要簽署這個確認書 近日跟商界討論到一國兩制問題的時候就覺得 雖然如今的一國兩制 就已經不再是1997年的時候所說的 不過又未至於是承不下 自從去年反送中運動開始 他就跟另外幾個人包括剛才我所提述的曾俊華 劉建儀和葉劉淑儀 就覺得要出來做些事 到底是做些甚麼呢 他就說明自己本人就不會參選 只不過就可以在幕後 出謀獻冊 以及出錢出力 支持其他人來參選 他有兩個目標 第一是務求令中央使得一國兩制重回正軌 第二是使得香港人對議會重拾信心 建制派民主派都能夠代表到市民 他就未說到一定會組成這個新政黨 但是就表示是不排除 要等到五六月的時候才是決定得到 希望他們最終拍板的結果 就是會ENDORSE一些人出來參選 就算他們自己不選也好 起碼對於藍絲的選民 是有多一個選擇 不用整死固固頭 都是新聞黨 民建聯 工聯會 另外 他在訪問當中 其實還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他承認了市民其實是不接受李子敬 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田北俊其實在新界東有參選 只不過他在那個名單當中就排第二 排第一的就是李子敬 即是說 擺明就要幫李子敬來台橋 排第二位想捧你進去 可惜當然失敗了 最終得票只有兩萬零幾十票 這個當然是 田北俊主席當中人生的其中有污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到底田少爺是不是有眼無珠 怎麼會捧李子敬 你自己事後在訪問中也承認 說捧李子敬是走了很多票的 你都說市民跟你說 如果你是排第一位的時候 市民都會給你票 但是你排第二 捧李子敬就不好意思 大家接受不了 這個李子敬是一個什麼人 完全是沒有格調的人 也是沒有了道 爛泥就扶不上臂 好了 他表現不濟就已經算了 根本上在立法會的表現 在宮廷會那些 大家YouTube都可以看到 差到無倫 好了 去到這個區議會那裏 議席又保不住 其實自由黨今屆還有五席的區議員 李子敬是現任的區議員 但是保不住的席位 輸了也不要緊 當然是痛定思痛或者重返的社區 繼續來服務市民才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這樣做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他上了YouTube那裏 跟那些不知什麼藍絲的KOL 喂 去混在一起 然後組成一個什麼男人幫 喂你不要拍衰啊田少了是不是 這些是什麼格調的人 真是爛人來的 好老實說 田少你有眼無珠 希望你不要再捧錯人 你捧個李子敬什麼人 你是不是真是扔春袋 浪費錢浪費精神 好了 到底如果 曾俊華和田少真是組成了一個政黨 去endorse一些人來參選立法會的時候 對於建制派的政黨會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當然就是攬炒的作用 先說一下這個自由黨 如果田少另外捧一些人出來選 其實他所說的幾個人除了曾俊華以外 周梁淑儀就參選過新界西的直選 而且當選了 劉建儀曾經選過這個港島區 不過就不夠票 只有萬七票就是落選了 好了 如果田少另外捧一些人出來選的話 即是自由黨的直選之路 就真的走到盡頭了 2020年都不用支派人出來選了 當然你可以選的 幾千票 千多票 落選 低票略過 沒有意義的 因為根本上自由黨裏頭就是沒有政治人才 目前來講自由黨立法會的議席 全部都是功能界別的人 包括邵家輝 易志明 鍾國斌 以及 惡名超柱的張宇仁 好了 如果田少另外捧一班人出來選的時候 當然就會加速了自由黨的泡沫化 到時候他就可以在自由黨那裏叫人過去 其實除了飲食界的張宇仁 最親政府以外 另外那三個界別 包括 他就是紡織及債衣界 航運交通界 以及批發及零售界 其實自從 2000年開始 全部都是自由黨的狼中物 尤其是紡織及債衣界 就是田少的嫡系 因為田少本身也是有做相關行業的生意 到時候他會不會叫走一些 自由黨的功能界別的嫡系議員 去到他新的政黨那裏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絕對是有能力 是可以這樣做 而是做得到的 好 第二個最受影響的政黨是什麼 就是新民黨 因為新民黨和自由黨 其實他們的定位 都是有高度的相似性 以及票員是有機會重疊的 當然不是說中聯辦配票的票 當然新民黨就會得到中聯辦的祝福 而田北俊和曾俊華這個新的政黨 肯定是不會的 因為他們這兩個說明就是所謂開明建制派 就不會一吹雞就是全部歸隊的建制派 即是說他是不屬於中聯辦的統領 他是不接受中聯辦的統領的故事 田北俊的新政黨是不會得到中聯辦的祝福 實際連他本人的政協委員都遭到撕柴 更何況就是如果他要去新界東出選 這個地區直選的話 根本上又不夠分 現在泛民和建制是六對三的 那三席是誰呢 就是民建聯的葛珮凡大博士 和陳克勤大議員 還有就是新民黨的容凱恩 為何說新民黨是最危呢 容凱恩其實他也是所謂代表 專業界別 中產 好了 自由黨其實也是 大家可以看看2016年的選舉結果 田北俊在捧李梓敬的情況下 走了很多票的情況下 全靠他自己個人的號召力 頂得順李梓敬都有兩萬票 這兩萬票可以說是 田北俊的鋼票 鐵粉 誰都會投他 總之如果他endorse一個人出來選 他有兩萬票 而當時這兩萬票真是純粹他自己的 以前他本人自己排第一位去參選的時候 有時都會去上水鄉 找侯志強主席來拜票 但是上屆 侯主席自己都出來選 但是只有6700票 即是說鄉事派 除了他也不夠一碟 所以在選舉當中根本沒有影響力 他不能夠取得一席的鄉事派 無論是新界東或新界西都是 鄉事派是一個非常籠統的稱呼 根本上鄉新之間 各懷鬼胎 各有盤算 根本上就不可以成為一個派系 如果他們真的團結起來的時候 其實會有機會取得一席 但是由於他們 分崩離戚的其實是 大家看看他們去年開會的時候 你又不妥他 他又不妥他就知道了 好了 侯強就只有6700票 田兆鋼粉就2萬票 至於這個容凱恩的36000票當中 有多少是憑藉著他自己的能力拉票拉回來的 有多少人是受到他的政綱吸引 或者受到他的辯才吸引而投給他 或者是受到這個葉劉的感召而投給他 或是背後有隻有型之手在操作 配票 大家只可以想想 難道貪你的樣子像桂倫尾嗎 倘若田兆和曾俊華組黨成功的話 那些街票可能會歸邊 去曾俊華endorse的候選人 而且很大機會 只要他捧的人不要那麼難 好像李子敬 不要再說 到了港島區 到底葉劉的值是怎樣 其實他上屆有6萬票 看回2012年的時候 劉建宜也只有17000票左右 到底是撼動了多少 我覺得其實葉劉的爛船也有3斤釘 他就算2012年的時候他也有3萬票 最低票應該是王國興 當屆2012年的時候 我想他要滅黨就相當難 最多就滅剩他一個 比較近磅 因為他始終也有一堆鐵粉 這個葉劉 如果要完全踢走他的話 都不是沒可能的 那就要靠香港的市民全部出來投票 當你的投票率升到七成八成的時候 很大機會 這個新民黨都會遭到滅頂之災 其實過去也不只是新民黨 滅黨 現在也沒算滅了兩個立法會議員 還差一步 其實還有一步之搖 好像蔡英文總統那樣說 建制派有什麼人滅黨 港進聯 當時代表著工商專業界別 1994年創黨 2005年的時候就跟民建聯合併 其實民建聯現在全稱 以前是民主建港聯盟 現在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十幾年了 另一個就是公民力量 被葉劉親手滅了 在2014年的時候就跟新民黨結盟 結完盟之後 1919年就是 四大皆空 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公民力量 是沒有了政治影響力 因為在各級議會都沒有人 當然新民黨還有兩個人 到其時換屆選舉 到底他會不會滅黨呢 就看大家會不會出來投票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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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